哇 哇 你看 這啟動起來 好車啟動起來給你感覺整個氛圍都不一樣 那好房子咧 好房子也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就是在看好房子 這個遭陽縱橫 給我的感覺是 這大廳實在是太奢華了 可是我說真的 這個買豪宅的人 他除了買這種社區型大坪樹的豪宅以外 他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就是買別墅 有沒有別墅可以看啊 很多人喜歡看別墅耶 來聯絡一下 聯絡一下是不是 有沒有聯絡上了是不是 在地下室還沒辦法聯絡 好直接讓王老師來聯絡一下 溝通好了齁 差不多了 王老師剛剛喬了半天 千拜託萬拜託 屋主有的還不願意讓你拍 每一個屋主的想法不太一定 我們今天等一下真的是 這種別墅型了是不是 別墅型 唉唷別墅型 好這個我也喜歡 在什麼地方 在大興溪路二段 大興溪路 所以是桃園區喔 對對對 其實他出來對面就是那個 麥當勞 麥當勞那裡 唉唷這麼熱鬧區 有麥當勞 代表這個地方是市中型 我們就實際到現場去 再跟大家分享喔 Let's go 他直接就吸起來了 全部都是靠這台 湯姆森的基層型 清潔流量 哇 到到到 直接喔 這個 別墅就是別墅 直接就停到人家的停車場了 對 停車位 他可以停兩部車 喔 欸 面寬夠寬耶 對 可以直接停兩部啊 對 可以直接停兩部車 對 喔 欸 超讚的 就 地下室沒什麼好看啊 對 直接上去上面 然後再跟他 講更多喔 來來 一跳就上來了 一樓了喔 我們直接從這個大門喔 欸 他這個是社區型的 但是因為他的外觀也不能拍 就是公司也不能拍 但是這顆石頭可以拍吧 哈哈 那裡有一顆石頭 對 喔 你看這個 欸 他這個整個弄得很像那種 石材的那種石磚喔 對 這應該蠻其實貴的 他這個房子 成員這個房子 在這邊的社區 外觀算是漂亮 喔 算漂亮 對 算漂亮 好耶 可以開了喔 走走走走 我們進來看一下 哇 大宅院耶 一進來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迎賓區啊 齁 齁 齁 然後上面你看他這造型天花板 做了兩個著景 這個不錯 這個有風水上的意義的齁 齁 先穿一下鞋子是不是 對 他這個是放 這等於是放展示的 對 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的齁 超棒 我們來看一下 哇 欸 這電池把它開下去 讚讚讚 齁 這個雖然說齁 這個有一點年紀了吧 對不對 但是他當時用的料用得非常好 你看這都石木的喔 十九年 欸 雕花的 石木 然後雕花 下面這個 這個貴了 這個應該沒有要給你吧 這到時候屋主應該會拆走吧 這個可以彈 可以彈喔 然後大理石的齁 花崗石的齁 整個 欸 牆壁是這樣子的距離 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四米多 超過四米的面寬 齁 然後因為他這個採光 大面積的落地窗台 所以他採光其實也非常好 只是他的玻璃可能有貼毛玻璃之類的霧掉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造型天花板做了非常非常多格喔 你看 四層 然後 哇 這個一定花非常多力氣 欸 這個居然做弧形的呢 這怎麼做的 欸這個 這個要花非常多時間喔 這當年的木做一定花了很多錢 全部 欸 這不是貼皮 這是石木的欸 这处住很讲究 你看他的墙板就知道 全部都做这种实木 这边也是 这边就餐厅了 客厅餐厅 这间房子格局我喜欢 你看这么大 打开 上面有装潢 上面这个一格一格的 最上面也有做实木的装潢 天花板 这跟中越同等级了 这是中越那一组 中越也是用这一组 实木的 很像 然后山基的部分 但我想买这个房子 有能力买这个房子的人 应该山基也会换掉 换新一点的型 这么大 冰箱放这边 电器柜 这边都有 这好复古 你看这个窗花 这个可能 我觉得屋主有可能要拆走 这应该是古董 反正不管了 不是我的房子 然后当时还有这个 当时还有这个模型 他当时可能建商模型 最后一人送一栋给他 在这里 对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是你的房子啊 这样外观就直接看这个就知道了 它的外观 还蛮漂亮的啊 外观就这样 我们是这一户嘛 对我们从这边进来这一户啊 连外观都不能拍 这社区也管得很严耶 房子可以直接拿出来 我们家的房子就是这样子 这等于是双拼的别墅啦 这个门就是这个门 对对对对 对对你看 真的我们是这样子进来的嘛 这个门就是这个门 采光还不错 这个到时候留下来当纪念 哦他这个装潢 真的当时花了很多心思耶 哇他超扯的 然后旁边这个小门 有没有看出去 就是一个花园 哎呦 那有阶梯耶 所以这个是有电梯的吗 没有没有电梯的 那刚就是这边就是地下室 我们刚刚地下室就是这样上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半套的 没办法淋浴的厕所 一楼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楼梯厅 梯间的部分呢 有采光 有采光 这很重要 有一些没有就暗房了 那一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有看到没有 梯厅 梯间 做一个这个 然后这边放一个自由女神 这样子不觉得很有feel吗 上来的时候 两间房间 我们先来看客房 全部是实木地板 实木的 进来 看一下灯 很方正 格局非常方正 而且他这个是 双面采光的 因为他这个等于是双拼嘛 所以另外一边的采光在这里 他等于是三面采光 三面采光 对 但是因为这个房间 他面后面 这搞不好是中空的那一种 中空的 隔音窗 他双成玻璃 哎呦 用得很高级 你看 然后天花板的部分 当时这个 花了很多钱 哎呦 看一下二楼的主卧室长怎么样 看一下 哎 哎 哎 哦 哎 现在比较少人这么做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的用心 哎 你看这个 有没有 嗯 然后 卧套的部分也用实木的 哎 王老师 我太少看到这种了 卧套用实木的 然后这 这一个是古董啊 这个 这个搞不好是块木的 上面还贴个喜 好不好 嫁女儿的时候用的 是不是 娶媳妇的时候用的 哦 然后这边 这个也是 大理石的 哦 这个超大 这King size 对 超大的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全部都是 实木的 而且都用按的 按压式的 哎 有个更衣室 对 所以他没有厕所 哦 哦 大概 哎 这可以是超大间的 哦 五金件都拆掉了 哦 大家有需要的人呢 应该会直接装 厕所 刚这样摸不小心 随便摸摸到 来 这个 哎 这是一间厕所 看不出来 哇 超大间的 厕所在这里了 哦 干尸翻离 哦 马桶 跟 洗洗手台 莫市长 这样 喂喂喂 哎 二楼就这样子 那我们去看一下三楼 走走走 哎 哦 噗噗跳 走走走 上来 一样 哦 上来就看到一个 哎 梯间的部分 而且当时他都用这种大理石的 对 用料都非常好 哇 真的 这个做得非常的细致 啊 当年的工 却是 哇 石木的 一样是两间房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客房 这次客房就有放床 哎 哎 真的全部都是用这种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石木啊 这也是装潢的啦 贴皮的 哦 他这有喷漆的 但是 诶 我知道 我看不懂 诶 感觉像石木的 真的诶 他这是做的 可能他这颜色吧 哦 哦 哦 但可能现在的 不流行这一种 所以有可能一样会拆掉 哦 不保持非常好 哦 那这个是 哎 三楼的 就是客房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卫浴 三件式的 嗯 配什么牌子 看不到 看不懂 大概是这样 有对外窗 诶 三楼的客 这属于赤卧 一样都是这种风格 诶 絲毫不马虎哦 哦 你看这样 然后这一间比较特别是 他有一个 八角窗 超大 所以他这个采光特别好 然后多出这一 这一块空间 你可以做一个卧榻 或者做一个书桌 哦 直接这样看出去 那因为他这个 可能有贴那种雾玻璃啊 所以雾雾的 诶 感觉是这样 装潢 上面也天花板 做了很多层次 哦 这一间是赤卧 诶 我们再看一下 上面 就四楼 四楼看哦 四楼一上来呢 他就是一个 诶 做了一个盒室 哦 做了一个盒室 那个年代 好像大家家里 一定要有一个盒室 对不对 没有盒室就跟不上游行 而且他盒室 还做了很多装潢 上面 有没有看到 哦 然后往这边 哦 这是一个卫浴 诶 诶 这个三件事的 然后这神明厅 哇 这天花板 有没有 这有熏黑 所以以前 这边应该是有 有做那个 神明厅 神明厅 公麻 一般神明厅都顶着 公麻庭 有没有 哦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边还有一间吗 我看 哦 有个后阳台 后阳台部分也没什么好拍 大概 就洗衣间之类的 这不是后阳台 洗衣间啊 大概是这样 在衣服 在衣服的地方 哦 喂 王老师 这区属于什么区块 这好像是奕文 奕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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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文区的别墅 奕文区已经很贵了 奕文区的别墅 奕文区已经很贵了 在大兴溪路跟保庆路周遭 都开一些别墅 哦 然后这个别墅 刚刚看 非常大 然后从B1到这里是4楼 使用空间非常多 这样子几个房间 六房 六房啊 这么大 五个卫浴 看刚刚那个屋主 他的装潢虽然说 不是现在流行主流的 可是当时的用料 用得非常好 他那个窗花 如果没有拔走的话 很多人有在收集那个 那个很值钱 买那房子 就送那个是不是 不知道 应该拆走了吧 他没有要 他有要的应该都拆走了 其实理论上就是说 屋主的装潢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留下来的 哦 屋主开心就好 屋主想要怎么卖就好 主要是价格 价钱 主要是价钱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最重要的价钱 地理位置是很不错 交流到大兴溪路 直接走过来就到了 然后这边的学区也不用担心 然后商圈也非常好 然后又是镜像 这个 这是所有人 有钱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大家想要住在镜像 又离市区很近 然后又离交通要塞很近 要价应该不费 总共坪数多少 别墅的话是118坪 118坪 它的土地的话是43 43坪 土地十分43坪 然后总价的部分是开3280万 3280 对 哦 里面可以停两个车位 对 所以现在感觉买这种别墅 好像CP值比较高 因为人家外面 一个车位都卖200多万 现在买这个里面 就直接给你两个车位了 然后又有自己的庭院 大家刚刚 我们现在刚是不能出去啦 但是大家也知道说 这种社区庭院 其实就跟大楼的差不多 所以其实也不会太差 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斟酌 你喜欢透天 或者是喜欢这种大楼 喜欢大楼型 或是喜欢这种透天别墅型的 大家可以真的 而且这是双拼 它不是联动的 像对面那个就联动了 那种就很多人就比较不喜欢 因为它采光就会跟这种有很大的落差 这双拼至少三面的采光 大家就比较喜欢 那你说3280 对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跟王老师联络 直接到现场来鉴赏 可以 100多坪土地几坪 43 土地就43坪 知道邑文特区这边土地多少钱 光土地可能就差不多房价 看地段 看地段 那就是有兴趣的 欢迎联络王老师 下面有他的联络方式 那如果说你是买房子 或者是装潢 想要来分享 欢迎跟我联络 下面有联络方式 那如果你是要脱售的 也欢迎找王老师 我没有卖房子 那如果说最近你想要了解 多一点讯息 欢迎加入我们社群 下面有连结 直接传送门出去 就到了 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支持 真心话不冒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第一的刷毛刷 它可以拿来清洁你纱窗上面 所有的粉尘 刷毛呢 还可以直接把这个拔掉 它就变成是一个沙发刷了 可以直接紧贴着沙发上面 去把上面的粉尘也好 或者是塵盘也好 把它吸得一干二净 再来就是这个电动除蛮刷 哇吸尘器 马上变成一个吸取塵盘的 它有两段的震动 上面会震动 把塵盘给拍上来 不然会引起很多的过敏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一个 最常用的滚刷了 下面有一个滚筒刷毛 它不是只是吸而已 它还会把一些灰尘给拍上来 拍上来跟吸上来 清洁流流